三岛算是都被贪婪抢走了 那这次就直接来四岛了 四岛地图里金属科技 看着我们的城邦终于可以超进化了 开局严认先起火 造防御门 来这小岛咱们的钱和士兵我都带够了 感觉风景很美 背景是个桥的样子 中间像是断了 来这第一天我就把左边防御门造成石头做的 这回可以好好发育了 尽管还是要派这姑娘把这边树都给砍了 转着小钱 到夜里虽然咱们宫圆史就几个 贪婪很多 但好像是墙结实 也能把贪婪给耗死 在地图右边秘密深处发现了机械科技 20枚硬币才能解锁 太贵了 还是先攒钱吧 游戏里的钻石总体数量是不够的 随时见到箱子我就连眼方光 终于可以解锁新的影视了 然而就在我高兴解锁四岛影视的时候 贪婪来了 老头快上车上车上车呀 我就回大雨 刚出来影视直接被他人抓走了 我真的双Q了 我感觉老头这辈子再也不想出山了 不等咱们把山洞炸了 已经把老头给救出来了 我干了好久 村民种了庄稼 日子也又富足起来了 四岛的宝贝很多 就比如说这个挂着蜂蜜的洞穴 我之前在这解锁一个新的座技 是一头穷 但我山洞炸跑的慢了 还是咱们十九比要给力 他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棚子的附近待着 还好不咬人呀 咱够前去来解锁金属科技 呜呼 机械时来来临 可以让咱们造出更高等级的建筑了 终于在地图里发现了一个祭坛 也需要钻石来解锁 好在四岛里钻石多呀 三个钻石就可以解锁 是一颗弹 难道又新的做劲吗 弹碎了弹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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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是火蜥蜴 他做上去可以使用喷火的技能 不过也跑得慢 现在来升级中心的建筑吧 现在是可以造出一个炸贪婪老卧的炸弹了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造的太早 一定要先把船子门给打完了再造炸弹 不然就浪费了 科技升级之后我们还可以造有防点的建塔 不过这还不是最高等级的 最后等级是可以容纳四人的建塔 起飞呀 再也不怕飞天怪了